亲爱的考生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呢,欢迎大家进入到冬奥快在线 来学习终极财务管理这门课程 我是这门课程的竹江老师之一 我叫刘远霞 那您现在所听到的是2022年 终极财务管理的抢学班 可能有同学就会问了 说老师啊,现在开始学习2022年的课程 是不是有那么一丢丢走呢 那我要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如果你想稳妥的,顺利的通过终极快诗的考试 保住自己的头发 不让自己压力胖 不让自己考前太过焦虑的话 那你现在就开始学习吧 常言说早起的鸟是有虫诗的 何况早不早呢 我先给大家算一笔账啊 也就是我们从现在听到这个班次开始 可能很多同学呢都已经进入到12月份开始停的 那我们就把2021年的12月份 放在复习备考的规划时间里边啊 2021年的12月份 再加上2022年的8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2022年实际上终极快诗的考试 一般都是9月初了啊 所以9月那几天呢 咱就不算了 完整的月份 2022年是有8个月的复习备考时间的 所以加在一起啊 一共是有9个月的复习备考时间 有同学说 还有9个月呢啊 实际上这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啊 转眼可能就会到考前了 你到时候再去入手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真得还是要抓紧时间啊 好好的去规划一下 那你看这不是9个月的时间吗 如果你要考三门课程的话 我们平均分配这个时间 那一门课程呢 就是三个月的时间啊 那财务管理可能对于很多同学来说 都比较的难 而且前期也没有什么样的基础啊 那就会比较惧怕这门课程 所以咱能不能把财务管理的时间 再多一点点呢 悄咪咪的挤占一下经济法的时间 和终极会计实务的时间啊 我也不挤那么多吧 咱们就用有效的时间 100天呢 说真有效时间 是说那可能还在我们考前 有很多的假期啊 比如春节的假期啊 清明节呀 端午节呀 午一呀等等啊 有这些节日 那当然如果这些假期 你能够高效率的进行复习备考的话 说真的 大家成绩肯定差不哪去啊 一定会很棒的 但很多同学 他可能在假期的时候 就会比较心浮气躁的 就是没有办法 让自己稳定下来 去有效率的进行学习 总想在假期的时候 好好出去 happy一下啊 那放飞一下自我啊 那实际上就是春节的假期呢 还是建议大家好好陪陪家人呢 好好地放松一下 春节之后就一定要有一个 非常好的学习状态了啊 那有效的时间 我们就用100天来算 然后在这100天里边 你有什么样的任务要完成呢 单纯从报班听课的角度来说 那你的听课的班次 有哪些呢 我先给大家捋一捋啊 班次包括最初的 针对于零基础来说的 这个预习班 也就是抢学班啊 接下来还有最关键最关键的 就是基础班 非常的耗时 但是如果你想要顺利的通过 终极财务管理的考试的话 这个班次必不可少啊 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预习班呢 大概是15个小时啊 因为我要给大家 再讲一讲那个结业测试 我们抢学班里边会有一个 结业测试 就是讲一些相应的题目 所以放进去的话 算下来大概有15个小时 接下来基础班呢 我讲的相对要细致一些啊 那基础班的时间也比较的长 是80小时 那这个基础班 我刚才已经说了三个非常重要了 就是说 你要想通过 终极财务管理的考试的话 这个班次真的太重要了 我们也是经常说啊 基础不劳地动山摇的 你这个基础打不好 那后续的班次 你在学习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累啊 而且没有什么样的效率 所以好好学基础班呢 那基础班之后呢 就有一些小的班次 来对基础学习的这些知识点 做一定的复习巩固了 那主要是包括有价值真题班 习题班 串讲班 模考班和考前的提示班 时间都比较的短 那像价值真题班呢 也就10个小时吧 这个都是初步估算的啊 习题班呢 10个小时 串讲班呢 10个小时 模考班呢 大概3个小时 考前提示班呢 大概3个小时 所以加在一起 后续的这些小班次呢 总共有36个小时啊 然后再加上预习班 假如说预习班 咱们用14个小时凑整啊 这样去算的话 这两个啊 就是开头和结尾 算在一起 一共是50个小时 再加上基础班的80个小时 所以我们听课的任务啊 要完成这些班次 那大致啊 是有130个小时的 然后我们要学有效的时间是100天吧 所以相当于 会算了吧 一天应该要听多少课 一天基本上也得有个1.3小时的课啊 每天1.3小时 这是听课的任务 那你说听完了课 你不进行自己的复习巩固 和相应的这个吸收的话 那就相当于这耳朵听进去 那耳朵冒出去 也就是有很多同学说 听我都能听得懂 叫一听就会 一做就废 那就说明你没有一个吸收的过程啊 那吸收了之后呢 你再去做题 或者说在做题的过程当中 慢慢去消化这些班次里边所讲的考点的话 那你对这个知识掌握的才会比较扎实 一旦在考试当中出现的话 你就会得心应手的 所以没有吸收的过程 你这个学习是不完整的 你这个效果是不好的 那这样如果有吸收的话 那怎么1.3小时 一天听课的时间 配上也得差不多2个小时 根据不同的同学的这个吸收的效果来说啊 那基本上2个小时 所以一天的学习啊 得有3.3个小时吧 就是有效的学习时间里边 一天3.3个小时 你说早吗 我们现在开始学习早吗 那当然不早了是吧 就是说我们能够按部就班的 扎扎实实的去学下来 稳妥的通过终极科学师的考试 真的啊 这个每天的任务啊 还是不少的 当然了 大家也不需要有太大的压力 你的复习备考之路可并不孤单呢 我会一直陪伴着大家 也会有很多其他的老师啊 工作人员呀 和大家相伴 虽然我们不能够代替大家来攀阅这座大山 但是呢 可以在你的左右来帮助你 来找到更加有效率的 更加轻松的 那更加顺畅的 这样达到顶峰的一条路 所以相信我 相信你自己 我们一起来加油努力 坚持到底 那最终天空必然 飘过五个字 考过不是事啊 那我们到底怎么能够像他一样啊 找到正确的方向 坚定的走下来呢 那下边预习班就给大家揭晓答案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预习班 就是我所说的抢学班啊 在抢学班当中呢 一共是有三块内容 第一块叫小白破冰课 第二块高校抢学班 第三块呢是结业奖评班 实际上我这个抢先学呀 就是一个书课的结合体 那可能呢 有的同学啊 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啊 就拿到了一本 中级财务管理的抢先学 就是比较薄的一本书 里边是涉及到四块内容的 除了这里边的三块内容之外 还有一个基础引学 就是讲一些基本的概念啊 那么由于书是比较早来出版的 而课呢 是在我们2021年的考试结束之后 来给大家出的 这样书和课呢 大体是一样的 但是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比如说在课里边呢 就会加入我们2021年考试的 相关的信息啊 以及一些题目啊 它会更新一些 能够更好的帮着大家 来对中级财务管理的一些内容呢 有所了解啊 那下边呢 我就先把这三块 我给大家要讲的内容 再捋一捋 让你心中有数 这三块 第一块呢 小白破冰客要介绍 中级财务管理考什么 怎么考 我们怎么学 那第二块呢 是高校抢学班 里边呢 会涉及到 中级财务管理的三大专题 第一个专题 财务管理基础 第二个 财务管理具体的应用 而具体的应用呢 也是非常核心的内容 给大家列示了这样五节 第一节 筹资管理 第二节 投资管理 第三节 营运资金管理 第四节 成本管理 第五节 收入与分配管理 涉及到财务管理 比较核心的内容 那第三个专题呢 就是预算管理和财务分析 这就是三大专题 主要是把我们 整个中级财务管理 里边的一些框架体系啊 一些比较基础的概念 在我们预计班当中 来介绍一下啊 那第三块呢 就是结业讲评班 在这个班次里边呢 主要是给大家 总结一下 我们前边的高校抢学班 总结一下 看一看 里边的一些内容 大家掌握的怎么样 然后就会出一套卷子啊 这套卷子呢 我再给大家讲解一下 另外呢 再简单说一下 抢学班和基础班的衔接 注意这个课程啊 是有相应的 衔接的这个体系的 那么你要知道 抢学班呢 就是我们后续 学习基础班的一个引导啊 也可以说是让我们 迈入到中级财务管理大门的 这样的一个班次 就是我们会去了解 它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啊 那这个是关于 整个我们的抢学班里边 所设置的三块内容 那这次课呢 给大家主要说一说 小白破冰课 在小白破冰课当中呢 那真的是适用于 零基础的同学 纯纯的小白啊 里边呢 大家已经知道 有这样三项内容了 第一项内容就是 我们中级财务管理考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给大家简介一下 我们教材的一些 基本的框架体系啊 以及捋一捋 我们教材这些章里边 哪些是比较重要的 哪些是比较的难的啊 接下来怎么考呢 常言说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殆吗 那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特点 就像我前面给大家说 我们把中级财务管理看作一座大山的话 那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一下这个山有多高 我们应该走哪条路会比较的好达到底峰 是不是就需要去了解这个山的一些基本的特点啊 所以怎么考呢 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中级财务管理的一些考试的特点呢 规律啊 总结一下 那接下来呢 就要给大家说一说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呢 也就是要做好备考规划啊 这个也很关键 那先介绍一下中级财务管理到底考什么 也就是说一说这本教材的框架体系 那对于中级财务管理啊 一共涉及到的是十章的内容 这十章呢 都是什么呀 有什么主要的考点呢 考试的形式如何 以及重要程度怎么样 我给大家捋一捋啊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这个不需要大家去记啊 将来在基础班当中 都会一章一章的详细做讲解 首先呢 来看第一章 就是财务管理的总论 在总论里边 主要是介绍了财务管理的一些概述性的知识 包括企业的组织形式啊 财务管理的目标 环节 体质和环境 相对更重要的 就是出题频率很高的 是关于财务管理的目标 和财务管理的环境 考试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考察呢 就是客观性的题目 单选多选和判断 这样的客观题 考察的也是一些基本的概念 重要不重要呢 那重要程度 我用心来表示 最重要的就是三颗星 那显然第一章呢 是一颗星的重要程度 不那么重要 接下来 第二章呢 是财务管理的基础 那这一章 非常之重要 我们先说这个星啊 是三颗星 那学什么样的内容呢 就是为我们整个财务管理的学习来打基础的 财务管理有什么样的基础呢 首先你要学财管 必须要懂货币的时间价值 这个内容非常之重要 接下来像天书一样的 就是风险与收益啊 这不是我说的 是有一些同学学下来之后 自己看教材 说教材说的就跟天书一样啊 都是中国字 但是不认识哈 到底说什么样的意思 不知道 那风险和收益 这一节的内容呢 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里边的这些知识呢 将来都会给大家详细的进行讲解 我就是把这样的天书给大家翻一翻译啊 接下来是成本性态的分析 这三块啊 都是为后续的学习来打基础的 那这一章本身在考察的时候啊 既会涉及到客观性的题目 也会涉及到计算分析题 这样主观性的题目 也就是说在考试的时候呢 计算性质的考点会考你 当然文字性的这些基本概念的内容 也会考你 非常重要啊 那这是第二章 接下来第三章是预算管理 也就是财务管理的环节之一啊 那关于预算管理呢 里边主要介绍预算的编制方法呀 以及主要预算的编制 那对于这一章呢 考试的形式是客观题和计算分析题 当然了 也会有一些预算的内容和其他章节 比如说成本管理的内容结合在一起 在综合性题目当中有所体现 但他单纯的来考察综合性题目的话 他还显得比较的薄弱啊 那主要考察计算性质的考点 还有一些文字性的概念性的内容 那对于第三章预算管理的重要程度呢 是两颗星 下边第四章 第四章和第五章都介绍的是筹资管理 财务管理的核心内容了啊 那作为筹资管理 第四章讲的是筹资管理上 介绍了一些关于筹资的概述性的知识 比如说筹资的分类啊 债务筹资啊 股权筹资啊 衍生工具筹资 还有其他的一些创新的筹资方式 那对于第四章重要不重要呢 重要程度两颗星 考察什么呢 重点是客观性的题目 考察一些基本的概念 像这些筹资方式的优缺点等等啊 这个是在第四章色重考察的 就是一些文字性的内容居多 下边第五章是什么呢 筹资管理下 也就是筹资管理的核心 那这一章显然非常的重要 你要筹资的话 到底需要筹集多少啊 那到底成本怎么样 风险怎么样啊 那最终应该怎么来进行一个最优的结合啊 所以就涉及到资金需要量的预测 资本成本杠杆效应资本结构 这些对于初学的你们啊 肯定会感觉到比较的抽象 没有关系 我们慢慢来 我就是让你要由不会到会 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啊 那么最终呢 你会非常佩服自己 曾经这个不认识的 像篇书一样的这些概念 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学习 那最后都认识了啊 所以你有很大的成就感呢 那关于这一章呢 在考试的时候 客观题啊 主观性的题目 那都会有的啊 然后侧重考察的是计算性质的考点 那重要程度呢 自然就是三颗型啊 非常的重要 这是第五章 接下来第六章 投资管理 也是财务管理的核心内容 作为投资管理里边 内容涉及到两大块 一块叫项目管理 一块叫做证券投资啊 就是项目投资管理 还有证券投资管理 那考试的时候呢 有客观性的题目啊 自然也会有主观性的题目 即包括计算分析题 也有综合性的题目啊 考试的时候呢 侧重考察 计算性质的考点 文字性题目有没有 都会有的各章啊 都可能会涉及到文字性的 概念性的这样的指使啊 那么关于这一章重要程度 自然也是三颗型啊 那第五章 投资管理下和第六章 投资管理相对学习啊 要比较难一些 下边第七章 营运资金管理 营运资金啊 我们后边也会在 后续的班次里边会学习啊 像营运资金就是流动资产 减流动负债 那流动资产里边有现金 有应收账款 有存货 那针对于这些流动资产 都要有一定的方法进行管理 另外流动负债要进行管理 所以流动资产流动负债的管理 就是第七章 我们要学习的 在这一章里边考试啊 主要考察计算分析题 和一些客观性的题目 也是计算性指的考点 会考你 概念性的内容呢 也会考你 重要程度呢 三颗型啊 一般三颗型啊 分值都是在十分以上的 那接下来就是第八章 成本管理 成本管理呢 就内容比较的多 比较的杂 所以很多同学 在学到成本管理的时候 也觉得比较的吃力哈 所以也算相对比较难的 一张知识啊 那里边涉及到 有本量力分析与应用 有标准成本 有作业成本 责任成本 在考试的时候 客观题必然要考了 然后计算题 综合性的题目 也都可能会涉及 综合性的题目 也不是说 独立的就是 考你成本管理啊 它会和其他章节 结合在一起 因为现在 后边我会给大家分析啊 现在的这个 综合性的题目呢 它都不是单纯的一张 它会横跨几张的内容 甚至有四五张的 这个知识点 融合在一个题目当中 那关于这一张呢 重要程度 依然是三颗型 这是第八章 成本管理 接下来第九章 收入与分配管理 在这章里边呢 是介绍了收入管理 纳税管理和分配管理 考试的时候 侧重考察什么 分配管理 当然收入管理里边 也有一些 可考性极强的知识啊 那么纳税管理 就是一块鸡肋的内容 就是它里边的内容 比较的多 但是考试的时候呢 分值很少 所以在讲解的时候啊 纳税管理 也不是一个讲解的重点 考试的时候呢 关于这一张就是客观性的题目为主 侧重考察一些基本的概念 而且重点是在分配管理当中 也会有一点点计算分析题的考察点啊 比如说收入管理里边怎么来进行定价呀 分配管理里边的关于那个 鼓励分配的政策呀 还有股票鼓励 股票分割 像这些还是可以上升到计算分析体的啊 那关于这一张呢 我觉得重要程度啊 就给两颗醒了啊 不那么的重要 那么也不是那么的难 接下来第十张 财务分析与评价 那这一张主要是介绍了一系列的财务分析评价的指标 一系列有多少呢 那关于基本财务报表分析里边 会涉及到27个指标 整理于上市公司分析的时候 会有5个指标 所以加在一起 一共有32个指标 考不考呢 那必然会考你 不是说一个不漏的 在几套试卷里边都考啊 不是那样的 那他会选择其中的一些去考你 但是具有随机性 选择什么去考你 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在复习备考的时候 就需要全面的去把握这些指标 虽然可能看起来比较的多啊 比较的头大 但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老师会给大家总结 相应的一些技巧啊 方法呀 我们可以进行归类记忆 就没有那么的迟疑了啊 下边还有财务评价与考核 那关于这一章啊 我们在历来的考试当中 那必然会涉及到计算分析题 还有就是综合性的题目 我也说了 综合题也不可能就第十章的 那么他还会涉及到其他成绩啊 那他会含有第十章的一些内容 客观题 主观题 都会有所考察 重要程度三颗型 属于非常重要的一张知识 但难度没有那么的大 那这个就是关于我们中级财务管理 到底考什么 人家考什么 我们学什么呗 那下边呢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关于我们刚才所介绍的十章内容啊 这十章里边 有四章是难点章 包括第二章财务管理基础 第五章筹资管理下 第六章投资管理 和第八章成本管理啊 那么当你学到第二章的时候啊 那可能就会有点学不下去了 可能就要放弃了 但是你要告诉自己 老师说 这一章是比较难的 如果要克服过去的话 如果把这个小坡翻过去的话 那一条腿就已经迈进了财务管理的大门了 那你就会有一个新的高度了 那你的成就感有多么的大呀 真的 你要学完了第二章 有一些理财的思维 你都已经掌握了 所以一定要坚持下来 不要放弃 因为你放弃了第二章的话 终极财务管理 你基本上就过不了了 然后整个终极快失 也就没有办法通关了啊 坚持下来啊 咬紧牙关 坚持下来 好好停课 那翻过了第二章这个小山坡之后 又会有一个小山坡 就是第五章 筹资管理下 也要告诉自己 老师曾经说过 这一章比较的难 也是那意思坚持下来 好好停课坚持下来 你就会拥有新的高度啊 接下来就遇到了第六章了哈 依然还是咬紧牙关 坚持下来 把它攀过去哈 实际上就是咬紧牙关 没有攀不过的这个坡啊 你肯定能够攀越过去 接下来遇到的难点 就是第八章成本管理 相对来说 有同学会觉得第八章难 有同学会觉得还OK啊 相对来说 还是二五六会更难一些 总之呢 大家要尽量知道这是难点 知道学习 是要耗费很多的精力的啊 那就需要去战胜它 要攻克这些难点章 你就会拥有新高度 始终给自己加油骨气啊 相信自己一定能啊 我想我能 这个是关于十章内容的一个总结啊